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? 这个谜底直到1981年才最终揭晓 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席卷八百里秦川 千年古叉法门寺里的古塔因此轰然倒塌 在其地宫里人们发现了大量唐代文物 其中就有来自慈禧上林湖烧制的蜜色词 从此蜜色词不再只是传说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而说起浙江 作为晚唐、武代乃至北宋初期全国的摇曳中心 宁波慈禧更是不可不提 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 随着月瑶发展达到极盛 从而形成了南清北白的词业格局 上清的蜜色词作为月瑶清词中的精品 由此诞生 不幸的是 在漫长的岁月里 蜜色词因种种原因从人们的视野彻底消失 庆幸的是 古老的记忆在一位为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再现人间 蜜色词也因此重新燃烧起来 2017年4月12日 人们的力量和灵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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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列员